在我身边的是全新一代的 Mercedes-Benz GLB 车系 它也是这个 NGCC Next Gen Compact Car 的最新成员 G1 这个平台达到的车款包括了 A-Class A-Class Sedan CLA GLA B-Class 还有它 这次发布的车型总共有三个 包括了 GLB 200 GLB 250 还有这个性能最强的 GLB 35 AMG 所以今天我们会以这辆车为主要重点来讲解一下这台新车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台车的标语就是这个 All Kind of Strange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们有了 GLA 还要打造出多一台 GLB 呢 其实 GLB 是更符合这个一般人日常生活用途的车款 它拥有这个比较粗犷的外形 同时也有轻度的越野能力 重点是这台车是七人座的车型 所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承载七人出游 在不需要的时候 它的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可以变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适合这个越野运动或者是户外运动啊 所以它瞄准的消费者就是这样的族群 平常工作然后在周末喜欢出游 GLB 的整体设计风格其实算是比较硬朗的 我们可以在它的车头看到非常硕大的这个水箱护照 这个水箱护照可以帮助这个车辆在行驶的时候精气更快 然后帮助引擎冷却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头灯组其实是非常的精致啊 在照片上面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看实车的时候 内建的灯组全部都是LED而且设置非常的精细 看起来其实有一种精品小车的感觉 另外呢它添加了很多的空力套件啊还有这个防刮材质 让它在这个优雅当中凸显了一点点这个越野的气息啦 因为这个GLB 35 是性能车款的原因 所以他们搭载这个轮圈也是性能胎 来自 Michelin 的 PS4S 它的轮胎尺寸是2540 ZR20 我相信以这个轮胎加上车的动力表现啊 应该会给你很不错的驾驶感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把这台车借出来做一个试驾影片 引擎方面呢 这一次GLB 车系总共有两种排气量的引擎 三种引擎输出 最入门的就是1.3 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只有前轮传动 最大马力表现是163 HP 峰值扭力250 Nm GLB 250 则是拥有4MATIC 四轮传动系统 搭载的是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224 HP 峰值扭力359 Nm 而最顶级的就是这个GLB 355 车系 它的引擎同样是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同样也是有4MATIC 四轮传动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为306 HP 峰值扭力400 Nm 至于车尾方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GLB 250 来讲解 因为那个35的车型啊 它的后面的空间不是太足够 OK 首先打开这个车尾盖 它是有电动尾门开启的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把第三排的座椅倒屏之后 它的这个空间表现是很平整的 可以让你印在比较大型的物品 但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后座就可以让你乘坐一些 小孩子啊这样子 就变成7人座的车型 在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空间表现 其实非常的实用 这个就是GLB 最大的卖点 来到了这个GLB 的内装 其实GLB 的内装设计和大部分 这个 MGCC 车型的设计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些小细节上做出调整 例如说因为这个是 AMG 的车型 所以它在中控台上面有着 这个 Carbon Fiber 的材质 另外它的这个气氛灯呢 设计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它在这边中控台正前方只有一条 如果是 Air Class 的话它是有两条的 另外呢它这里也是有这个气氛灯的延伸 然后这个扶手做的比较高方便让你放手 其余剩下的细节真的是和 A Class 啊 B Class 都非常的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这个内装层次感非常的强 例如说它的这个座椅啊 除了皮革之外它还有这个 脊皮材质做点缀 然后这边就像我刚才说的 还有这个 Carbon Fiber 之外 还有这个雾银的材质 往前看的话它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 萤幕 它的亮度也好啊 它的分辨率也好 其实都非常的清晰 可以显示的资讯也非常的多 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它并没有抬头显示器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置物空间啊 它有非常大的置物空间还有两个配架 另外它同样的也有USB 但是新一代的 Mercedes 车型 它的USB全部都是 Type-C 所以 你的 Cable 如果是普通的USB 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转接口 接下来往这里看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这个中央扶手置物格 所以它的这个置物空间表现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座 这个第二排座椅为了保证它的这个空间够深 所以它们在前座座椅这边 进行了一个挖空的设计 所以 脚步空间还是足够的 只是我觉得这一个 椅垫会短一点 另外它还有这个椅背的角度调整 做起来还算是舒服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 GLB 35 看起来貌似是没有这个第三排座椅的 所以它的第三排座椅应该只限于 GLB 200 或者是 GLB 250 的车型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GLB 200 的这个第三排后座空间怎么样 我们来到这 GLB 200 的车型啦 因为它不是这个 AMG 的车款 所以它内装就是普通的皮革啦等等 但是后座 同样的 和这个 GLB 35 一样拥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下面还有两个USB 基本上这样的设置就跟 Aircraft 是非常接近的啦 再来一点就是因为它这个是 5加2也就是七人座的设置 所以这个第二排座椅是可以时候前后的滑椅的 就是你可以向前滑椅让后座乘客可以比较有宽裕的这个脚步空间 再来呢这个椅背是支援 464 倾倒 也就是三个椅背都是独立的 另外同样的它也可以调整这个 椅背的角度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示范一下如何进入这个第三排的座椅 这个第三排的空间表现真的是算不上宽裕 这个第三排的空间表现真的是算不上宽裕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是 for 小孩子做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后面一些基本的设备都是有 例如说还是有这个自备架 这个第三排的空间表现真的是算不上宽裕 这个第三排的空间表现真的是算不上宽裕 有7个USB 车内的乘客可以很方便的为这个手机的设备充电 不过我觉得这款车在平常使用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后座在倾倒之后 巨大的空间表现 才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 因此这台车它主打应该就是这种年轻家庭等等 我个人觉得这一台车会吸引到本地蛮多的这个消费者啦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Mercedes-Benz GLB的新车简短介绍 这款车结合了食用、家用、时尚以及运动于一身 所以我相信它可以吸引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去购买这辆车 另外说实在话 这款车的实车外观其实还是蛮帅气的 连我都很喜欢 所以我相信它在本地应该会有不错的销量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款车的更多详情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看关于这辆车的文章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